台湾政府宣布在年后 每个公民可以发6000元的现金 这就让我的一些大陆的粉丝就坐不住了 纷纷表示羡慕 有很多我的大陆粉丝 透过微信跟Instagram给我私讯说 希望陈老师你能够讲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些大陆粉丝 他们表示羡慕的这种态度是比较片面的 因为怎么说他是我的粉丝 他不能代表一般的大陆民众的一个想法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 一般普通的大陆民众 是如何看待台湾以及其他国家 在发钱这种福利上的态度 有网友表示 大陆其实也发了 我们那时候免费做核酸 鼓励大家接种疫苗 也发了油盐 可能大陆政府注重实际生活所需 毕竟有些有钱人不缺钱 发钱还有可能导致大家都不工作 坐享其成 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而且大陆政府免费发油盐 也没几个媒体报道 不向台湾媒体发钱就上新闻 这就是高调 说白了就是宣传 哇 台湾发钱 大陆发言 发钱被呛是高调 不如柴米油盐调味料 社会主义真的好 粉红发烧还没要 这其实就是变相的退税 民进党政府贪污过度 征收了税款 担心被人民骂所以才预先说要发钱 与其好听点说是发钱 倒不如是说贪太多了 当官的也害怕 大陆这方面做的很好 不会多收人民一分钱 大陆 大陆方面 大陆这方面做的真的好 全世界贪官最多的是哪个国家 我就不用多说了 大陆这方面做的真的好 大陆是写的好 唱的好 宣传的好 你在这边说台湾政府宣传的好 说台湾发钱就是一种宣传 台湾政府再怎么会宣传 也没有咱们大陆政府会宣传的 咱们大陆政府天天对国际 对国外在外交上 对全世界喊话 说我们的政府保护了我们三年 中国政府在抗议上的成就 公不可没 有目共睹 不容智慧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网友 表示羡慕 有网友评论说 我们的人民政府 什么时候也发钱呢 对呀 我们的还是人民政府 什么时候发钱呢 还有网友表示 这是退税 一群傻子以为是发钱 你不管他是发税还是发钱 到头来发到人民百姓手上的 那不就是钱吗 你能花出去 你管他是税还是什么 你能花不就是钱吗 发6000有啥用 国内综合GDP 世界第二 这是不争的事实 综合国力和财富 才是硬道理 贪图个人利益 台湾第一 大陆雇权大局 以国家利益为优先 发再多的钱 综合国力也提升不上去 简直是劳民伤财 如果大陆哪一天也发钱了 你们第一个叫好 你们还会讲这种屁话吗 你们到时候 敢不敢批评大陆 这种说这是劳民伤财 这是贪图个人利益 不是雇权大局 不是以国家利益为优先 还说什么发再多的钱 综合国力也提升不上去 综合国力 我们如果排名第一的话 不就是美国吗 那美国也天天发钱 那你这边不就矛盾了吗 发再多的钱 综合国力也提升不上去 那还有网友留言说 这种新闻别发出来 就当是屁放 打打嘴炮 根本没到账 我们到时候就看 台湾民众会不会到账 发钱有很多坏处 但对于老百姓 确实也有一点好处 也要感谢大陆国台办 国台办应该也帮了不少忙 才让台湾赚那么多大陆钱 哇这种留言就好白痴哦 人家台湾政府发钱 干你大陆政府屁事啊 为什么要感谢大陆的国台办政府 国台办也应该帮了不少忙 才让台湾赚那么多大陆钱 所以台湾人今天有钱 都是赚的大陆钱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两岸之间互相贸易往来是平等的 说白了就是大陆这么多年经济改善了 加上疫情这三年保护的很好 免费做核酸等惠民政策 让很多台湾人也羡慕 所以导致台湾政府怕民心叛变 所以也学大陆政府开始惠民 说白了就是收买民心 你这就很双标耶 为什么台湾政府做惠民的政策 就变成了收买民心 大陆政府所谓的做核酸免费 这就是惠民政策 就是正常的 台湾一做惠民的政策 就是收买民心 所以你这个立场也太明显了 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有不同的论调 这就很明显的 你没有在一个客观的事实上 去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一开始就有了立场 去评论这件事情 这就是很不客观的 我这边也就不点评 台湾政府发钱这件事情 跟大陆免费做核酸 哪一个比较有实际意义 还有网友表示 看有些人在评论区羡慕台湾 实质上就是上了敌人的当 台湾不是中国人吗 中国台湾人 怎么叫敌人呢 内心就开始搞台独吗 还说一个宣传伎俩罢了 我们大陆免费做核酸 又是讲免费做核酸 你们一天到晚 除了讲免费做核酸 还有什么福利啊 免费捅你鼻子 真的有那么好吗 现在不也是没有免费 给你们做了吗 还要收费 甚至现在有些人想做都没有了 不是免费做核酸吗 怎么又停了呢 怎么不免费 开始给你们做了呢 真的是前后矛盾的 一天到晚 除了免费做核酸 还是免费做核酸 能不能有点别的啊 接着看他的留言 一个宣传伎俩罢了 我们大陆免费做核酸 不包括台湾 全国都有14亿人 算一算 政府在我们身上 花了多少钱 比台湾政府花的多吧 算账要带点脑子 不要被别人迷惑了 你还说别人算账 要带点脑子 你自己就没有脑子嘛 你们的立场是什么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对不对 全中国包括台湾省 你在这边算账的时候 说什么 不包括台湾全国都有14亿人 算一算 政府在我们身上 花了多少钱 台湾不是中国的吗 你怎么这里就开始 不包括台湾 全国都有14亿人 还让别人算账要带点脑子 不要被别人迷惑了 先把经济搞好 再来搞这种虚的宣传吧 也不看看台湾经济多么差 经济好了 人民就都有钱了 谁还在乎那点新台币呢 购买一顿饭吗 6000台币还不购买一顿饭吗 我也是在北上广生活过的人 北上广6000新台币 也能吃非常多顿了吧 还是说我出国太久了 我已经不知道中国大陆的餐桌上的餐盘里面 装的都是什么山珍海味呢 竟然6000新台币都买不到一顿饭 哇我的祖国发展也真的是太棒了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大陆人怎么不在乎发钱呢 为什么只有台湾人在乎那点新台币呢 说白了就是穷 到底谁比谁穷啊 你们先比一比口袋中谁的钱比较多吧 说句现实的 如果哪一天中国也发钱了 哪怕是10块钱 我相信你们这些小朋友也把它吹得上天了 你们也会哭得感天动地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哭得泪流满面 你们现在说白了就是酸 你们没有钱拿 没有发钱的这个福利 你就说发福利不好 怎么怎么样 等哪一天你们发钱了 就开始说祖国好伟大 哪怕发1块钱10块钱 你们都要感天动地 这是可想而知的 太上标了吧 国民党当年去台湾 带了很多大陆的金银财宝 造就了台湾今天的富有 也就是拿了母亲的钱 还不认这个娘 好心没好报 到底谁是谁娘啊 我前期视频里面已经讲过了 台湾中华民国政府1912年就成立了 比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才成立 谁是谁的娘 我疯传这些大陆网友翻墙到台湾的时候 你记得先喊一声 娘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这儿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观看一遍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